古镇兴飞、百姓聚居 每个角落都是居民生活的建设 踏足四川第二高峰 去到被誉为中国阿尔卑斯山的四高梁山 欣赏红尽挺拔的高山锋芒 走进昔日的古役岛 踏足历史悠久的尚利古镇 见证古镇遗失的历史和文化 四川的中部 是广阔的平原地带 亦是历史上相貌往来的必经之地 今天的古镇旅程 將由村西的丹巴出发 途经美丽洞人的四高梁山 去到目的地尚利古镇 现在六点多钟 丹巴的街已经有多少人下了 因为我要早起床的原因 因为今早要过去四高梁山 由丹巴过去要三个多钟 我只是要吃鱼 否则空头上山很辛苦 老板娘 你好 你好 早餐有什么东西? 早餐? 面条什么都有 那我要饺子 要老套蛋 还有酥油茶 好,可以 好不好? 好,饮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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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坐下来吃饮饮 ini 离开丹巴 向北方迅速 便可到四川第二高峰 被譽為中國阿爾卑斯山的 四姑娘山 四姑娘山 面積達450平方公里 四個主峰高山 傳說是由四個美麗的 姑娘化身而成的 高山坐落在四川西北部的 小金縣景 紅津挺拔的盛景 令它又有東方盛山之稱 在今天未入古城之前 我就來到四川的名山 四姑娘山 這裡是以山水美麗而著名的 我會將沿途的所見所聞 加上一些故事、歷史 以及這裡的文風雜族 告訴大家 但是你看到我進去之前 我準備了一些很厚的衣服 以及吃了整個星期 預防高山症的藥 因為這裡最高可以有六千多米 我現在準備慢慢走進去了 四姑娘山 主要是由三條主線組織 當中全長29公里的長平厚 隱藏了山峰最動人的風光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漫步高山的古柏幽道 兩旁都可以看到 柏樹成林的壯麗景觀 只會在空氣質量高的地方 而生長的山掛棉植物 更是四姑娘山 充滿天地靈氣的指標 無邊落木燒燒下 不盡浪淘滾滾來 我們現在的所在地 是欣賞長平多復步最好的位置 因為這裡距離復步很近 所以景況很壯觀 以及大家聽到聲音 很大聲 遠看就像鮑魚,但近一點看 好像是靈芝 這些一塊塊在樹上的東西 我想應該是真菌類的植物 那你摘一塊回去嘗嘗吧 應該不行了,算了,保護環境嘛 四姑娘山由綻道鋪設而成 恆酒的綻道曾經在唐代時 相貿去吐過的古役道 沿著昔日的唐博古道 漫步一個小時 就可以欣賞到山腰裡 最令人驚嘆的枯樹灘景觀 枯樹灘位於四姑娘山海 三千四百七十米的高園 當中的柏樹和蠶樹 多年來因為寒冬的雪水沖織 而逐漸形成今天枯樹灘 枯樹成群的自然景觀 其實我和大部分的香港人一樣 都喜歡在大城市吃項玩樂 作為一個神婆 我喜歡看山和水 所以我特別喜歡來四川 我今天來到四姑娘山的最後一站 枯樹灘 有一點可惜 因為如果不太大雨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走到對面 親身摸到大樹的樹幹 但不要緊 這個位置其實都可以看到 整個枯樹灘的全貌 我看到這些樹幹 雖然它們已經沒有生命力了 但有很多其他的植物 是依附著它而生的 但自然的這種循環不適 很令我感動 讓我看看 忠誠風光如畫的姓影 所以一直對被視為 世外桃源的四姑娘山 也有一份期待 自身高海拔的山區 用幾個鐘頭逃步上山 過程都可以說挺辛苦 不過為了這份對大自然的期待 我終於跨過合場的斬道 達到四姑娘山的目的地, 枯樹灘 從艱辛到最終走到終點 親身見證最動人的聖景 那份滿足感 也足以令我留下一份冷漠的回憶 離開四姑娘山 經過悠悠的小金河壁 就可以到達四川中部的雅庵 位於四川盆地的雅庵 因為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日子都會落雨 所以又叫做雨城 雨城之內的古鎮處處 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是尚尼古鎮 尚尼古鎮又叫做羅城 曾經是昔日南風絲綢之路的 中途駅站 早在明末清初, 古鎮已經出現了 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多年歷史了 被譽為是四川省中其中一個最具歷史文化的古鎮 李宗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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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些好吃 你刚才想这个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这个加糖吗 这个不加糖 这个有没有加糖 我喜欢甜的 你喜欢甜的就单独做 单独做 其實挺好聊的 雖然我不太明白 我說普通話 但是他說那些大有四處口音的普通話 但是他就告訴我 這兩個都是粟米做的 我們國語就說是玉米 這個叫做粟米發糕 加了大米 對,加了大米下去 他也看得懂我說什麼 這個就是用粟米葉包著 什麼都沒有加,純粹是粟米 我問他說我喜歡吃甜的 那你哪個是甜的 他說兩份都沒有加 他說我特意幫你蒸一個 其實挺好聊 你覺得這裡聞風唇撲 但是人們就是很好吃的 試試一下 其實雖然它沒有加糖 但也有點甜 因為粟米本是甜的 這個比較硬 那這個呢 我試試看,看樣子比較軟 像什麼呢 像沒有加糖的白糖糕 你問我,我喜歡這個多一點 是 這個只值五毫子人民幣的粟米糕 擁有的只是一層略為起硬的黃色外表 平日的它只靠一團團熱騰騰的香氣 來吸引過路人 純粹抱著一事無妨的心態去光顫 粟米糕依然只是一個平凡的粟米糕 並不是特別美味 不過村民以前的推介 甚至大方地請我品嘗 令這個原本值五毫子的粟米糕 就包含了一份無價的人情味 早在明代 上里古鎮已經開始發展 直到清代 古鎮人口不斷聚居 當中又以陽、陳、張、許、韓 五大家族為大勝 所以他們被統稱為原家口 在上里這裡有很多大宅 我身後這個就是韓家大宅 其實韓家是上當年五大家族當中 聲名最高的 他們有韓家銀子之稱 為什麼叫韓家銀子呢? 因為他們有圍觀, 也是當商人 所以自然這個銀子最多 裡面其實興建的時候是康熙年間 但興建到倒光才完成 為什麼呢?因為裡面的雕工很精細 裡面還保留著 建築面積有四千六百平方米的韓家大宅 是古鎮裡其中一間最大的深宅大宅 這間清朝大宅 當時是韓氏祖先為官營宴的私底 穿梁斗墓, 青芽屋頂, 長二窄的走廊 都展現了典型村西窄園的建築特色 是新大宅大宅 屋內的門窗更加發現千幾幅清代流行的 精緻雕刻圖案 當中包括石雕、粉雕和流行雕 而雙坑雕 更加體現了當時雕刻技術的高峰 其實在韓家大宅裡 四處都有很精緻的木雕 記得剛才說過 他們花了百多年時間 只完成木雕 這個是其中一款 這個叫霜嵌雕 眨眼看, 不覺得它有什麼特別 但我們先走前兩步 看到這裡嗎? 工仔不見了, 為什麼呢? 因為霜嵌雕本身在另一個木板上 挑剔了工仔之後 就在門上畫一個一模一樣的工仔 的空格, 把它填進去 因為在以前的年代 是沒有很強力的膠水的 所以它必須要很精細的位置 我覺得來到這裡看 而又知道現在的技術已經失存 真的很可惜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保育 我們現有的文化 古色古香的韓家大宅 主要是由七個軟樂組成 又稱為七星寶月 四合軟式的建築 結合屋內天井的設計 形成清代大戶人家的典範 被譽為 尚利古鎮民間建築的建築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因為門檻真的很高 我們剛才在猜 到底為什麼門檻要起得這麼高呢? 是否因為怕蛇蟲鼠蟻 還是怕下雨水浸? 原來我們問過之後才發現 其實兩者都不是 當初韓氏家人建的門檻這麼高 原來是想彰顯他們的身份和地位 正所謂官大,門檻高 而且我們看看門 原來也很有特色 就是三頁的門 如果古代我是五品以上的官 我才可以像剛才那樣 在中門直出直入 但如果我官小一點 是六品至九品的話 我必須要從右門入 而從左門出 我真的覺得這裡 可以看回古代大戶人家的生活狀況 原來到今時今日 還有二十多戶 韓氏的子孫在這裡住 其實覺得在這裡住挺有趣 因為它好像一個活生生的博物館 離開尚尾向成都政法 代表這次四川之旅 集中走到終結 在去成都的途中 可以去到最後一站的盧定橋 盧定橋是歷史上 向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 行走吊橋 可以感受到四川 充滿價值的文化 我現在在盧定橋走 真是一步一驚心 很難想像當年紅軍 如何在沒有木板鋪橋的情況下 背著裝備 徒手抱著鐵索過這個大渡河 其實戰士們的勇氣真的很可嘉 我自問我真的做不到 好, 走 日四川這個地方我幫我都很喜歡 這次有幾個不同的地方 這次因為我特別看了幾個古鎮 還有看了一些我沒去過的地方 例如塔宮草原 另外難忘的就是 要每天早上很早起床 還有可能要行山行很遠的路途 加上自己有一點點高山反應 其實當中有怕 說不會不會自己支持不下去呢? 但是發覺其實環境和實在太吸引你 你會把自己的情況忘記了 而當我去到古鎮的時候 看到裡面的人生活得很簡單 但是他的心靈的附屬 我覺得我是值得要學習的 我記得要學習的 他要學習的 我們也要學習的 他想做得很簡單 然後就學習的 他要學習的 我們走進復踐, 感受中國爽風情 只有一兩天假 但又想離開香港遠離繁囂休息 廣東省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而且現在交通又方便 很多地方每天都有巴士直達 不妨考慮一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